这个维谋节就讲了 为库诺纳 目前新出家的比丘 他们早就是大庚器 是大圣的庚器 忠望此一 只是他们在有革音之谜 革音之谜就是说 已经转世了以后 就是叫做革音之谜 一下子他已经记不起来 但是他的八识田中 仍然是大圣的庚器 这些比丘的在 因为有革世之谜 他们都是大圣的庚器 你不可以用小圣的法去教导他们 不可以用小圣的方法 去教导他们的八识田中 有大圣庚器的人 我观小圣的智慧 就维谋节讲他自己 他说我看小圣的智慧 为浅 是很浅薄的 好像就是盲目的人 盲人 就盲人摸向 盲人摸向 我们讲盲人摸向 有的盲人摸到向的这个 肚子这边说 向就是像墙一样 摸到鼻子的人 就现在讲说 向的 向的 所谓向 就是像那个水管 像水管 摸到了那个 向的牙的那个盲人 就说 向我知道 就像武士刀一样 摸到向的脚 这个盲人就讲 向就像一棵树 摸到向的尾巴 我知道了 向就像浮沉 向就像浮沉 那个就是盲人 那你现在讲这小圣的法 你小圣就像盲人一样 你说法给他们听 就是以盲以盲 他们不知道 就用你不知道的去引导盲人 以盲引盲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你不能够分别一切众生 你富罗纳 不能够分别一切众生的 根的立存 它是立根还是存根 你不可以随便说法 就要得大量 小的